Node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Node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叫做REPL这个环境 REPL环境 以及Node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通过那个安装的操作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完成了Node在全局环境的一个安装 对吧 是不是在全局环境的一个安装 安装完了过后 这种全局安装的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 我可以在 我可以在任意一个目录下 是不是都可以执行Node这个命令 那我们也说了 Node 我们这样敲Node 实际上就是去执行Node.exe那个程序吧 后面所写的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给Node传参数 对吧 都是给Node传参数 那这个时候呢 是这样的 Node这个命令呢 有哪些最基本的用法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 就是以后在我的PPT里面 见到刀了打投的都是命令 能理由 是吧 见到刀了打投的都是命令 好 那这个呢 Node 我们直接跳回车 那这时候呢 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当中 这个界面呢 就是一个小监口号 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对吧 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叫做REPL的环境 REPL的环境 那什么是REPL环境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REPL全称叫做 Read Ever Print 和Loop 那这个过程 我画了一个流程图 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理解什么意思 接收用户的输入 执行用户的输入 将执行结果打印到凤材 然后呢 循环下一次 就不断的这样去做 不断的这样做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好 VR一个A 等于一个 E 看到了吗 什么东西 .log 是不是也可以打印出来 也可以打印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它是可以类似于 咱们以前 Chrome里面的 什么东西 是不是控制材 那个东西 类似于Chrome的控制材 这样一个东西 VR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它两个打印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们使用的 都是V8引擎 使用的都是V8引擎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叫做REPS环境 我们可以用这个环境干什么呢 你觉得这样的环境干什么 你原本在开发人员工具里面 console里面干的事情 在这儿是不是应该 基本上都可以干 对吧 console里面 我们是不是一般就写一些测试性的代码 不用单独去写一个文件 然后直接在这儿去试一试 对不对 比如说试一下自制行函数 是吧 试一下定义一个 命名函数 这种看看能不能自制行 之前我们是不是说过这个问题 可以自制行吗 这样可以这样行 诶 怎么不说话了 我靠 同志们 我马接了 可不可以 那次我特地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特地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说自制行函数的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不是 就是那种用扩弧扩起来的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不是定义变量等于它的这种方式 它们的效果都是将这个函数先转化成了一个表达式 只有函数表达式才可以立即执行 然后还有什么 加是不是也可以 你们看 不至于吧 同志们 对吧 加是不是也可以 还有什么 还有碳号是不是也可以 还有什么分号是不是都可以 那些都可以 你看这个地方你根据执行结果的一个反位值 你也能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这儿是不是进行一个逻辑运算 然后这儿是什么 这儿是进行了一个数学运算 对不对 凡是逻辑运算 数学运算 复制这些都会让这个函数 先建立成一个表达式 然后就可以立即去执行了 立即执行 那像这种特事 我们是不是一般就在控制台里面去做 对吧 不要去讨论这个语法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不要再去讨论这个语法的问题了 现在你们的语法能写多少 先写多少 再说 以后慢慢再去补充 慢慢再补充 然后在我们这边 其实它的操作也都是差不多的 也都差不多的 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启用严格模式 去进入到这个环境 那什么叫严格模式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面 VR一个A等于一个1 没问题吧 来我们定一个B等于一个2 可以吗 是不是也可以啊 console.log 这个上下操作跟咱们那个控制台里面是一样的 也是按上下键头 打印一下这个B 是不是也能打印出来 比如说我们不通过VR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定义变量 也可以定义变量 这种方式在温度里面是不是给 不是在温度 在浏览器里面是不是给温度对象做了扩展 对吧 就是刚刚这种复制语剧 上面这块这个复制语剧 就给温度做了扩展 扩展嘛 好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 我们退出去啊 退出去 怎么退出呢 dr exit 这样的话你可以退出这个 IPR的这环境 我们是不是出一个node 然后呢 杠杠 use str ct 这个还记得吧 我们写JF交本的时候 一般是不是在最上面 先写一个字不串 就是use use strict 是不是就是一个启用严格模式啊 启用严格模式过后 最大的特点是不是就是 a 等于 10 还可以吗 是不是直接报错了 就是说a是一个没有被定义的一个东西 没有被定义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他要求定义变量的时候 必须要用 grat 是吧 必须要用by 好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启用严格模式 在这个控制台里面怎么样去操作 然后呢 他还可以去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1 加1 这个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反位值啊 好 我们在下面呢 下面这个行可以用下发线 直接拿到这个反位值 能不能看懂 就是10除以100 是不是等于0.1 然后呢 我想拿到这个0.1的话 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直接用下发线 下发线呢 就代表上一次执行的反回结果 那那边 好 我们用这个0.1再去乘一个100 是不是又等于10了 就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这种呢 其实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没有什么太大的软用 那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操作 就是.exit 就退出这个控制台 退出这个控制台 退出控制台的方式呢 其实这个.exit呢 实际上就是调用了一个叫做 PROCESS 就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退出方法 它实际上就调用了它这个退出方法 那这个进程里面的退出方法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待会儿我们去讲全局成员的时候再去看 这儿呢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个REPL的环境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环境呢 去测试一些node的最基本的代码 比如说以后呢 我们可能会去测试一些模块 比如我们测试一个叫做PASS的模块 VLPATH 我们直接去找那个PASS的模块 REQU RE 好 这个代码好像之前是 之前见过吧 在哪见过 模方案那块是不是见过 PATH 我们可以通过PASS呢 干什么 PASS.join去拼接两个路径 随便写两个 随便写两个 然后斜线 D Data 然后呢再拼一个 A.json吧 那是不是可以打印出来一个结果呀 是不是可以打印出来一个结果 它可以把两个路径拼合成一个路径 像这种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测试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 这个命令好像是不是很弱 Windows的命令好像就是弱 Windows命令好像不用想了 它就是弱 就不行 那这时候呢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工具 推荐一些工具 在这个工具里面也可以去使用REPL环境 比如说 哪个呢 比如说VSCode 我们直接直奔主题的找VSCode 接下来这几天呢 我们会带大家用一个全新的编辑器 也不用WebStorm 我一直不用WebStorm 因为WebStorm太重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好玩 你看DuelanMarkdown 刚刚呢 刚把这个Markdown的样式给它弄好了 好 来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因为我说了 它是用Electron做的 所以说它里面实际上是网页 实际上是网页 网页里面有错 我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我们干嘛呢 你看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控制台 VR一个A 这种传统操作跟原本的 是不是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重点来了 VR我们刚刚同样的操作 PATH等于REQU 是不是还有直能提示 所以说 那个REPL环境就是个废 就是个废 PATH 点啊什么 刚刚用了一个Join是吧 直能提示是吧 你要直能提示要啥 要啥有啥 C盘冒号斜线斜线 然后呢 比如说Data 好 我们C盘Data 拼合一个文件名 Data.json 得到结果应该是什么 C盘Data目录下的 接层文件是吧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 让它打印 打印 这是这个控制台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作用 那有了VSCode的话 基本上以后咱们的编码 还有什么呢 测试啊 各方面都集合在一个 工具里面了 记住它仅仅是个编辑器 关于它的使用 这个我们后面再单独聊 单独聊 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 简单给你们体会一下 简单给你们体会一下 比如说 这个 剧透了 是吧 比如说我们 看看它直能提示 你们之前 不给面了 今天直能提示有点慢 是吧 看那个直能提示 比你webstorm弱吗 不弱 一点不弱 就说什么 有过之而无不及 wire一个fs等于一个 看我们node的提示 require fs 看它提示参数 最牛逼了 看好 比如说我叫用它的 读文件 read file 你看它这里面 第一个参数 file name 是一个字符串 第二个参数 encoding 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在传第三个参数的时候 它会一直提示你的 对吧 它延续了 Visual Studio的传统 当然了 Visual Studio我就不敢给你们打开了 要打开的话 回头你们 会把你们的电脑上所有的东西全部卸了 只留那么一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我们不能用 因为不跨平台 所以说不能用 那个特别强大 后面我们再说 后面我们再说 就是说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个node里面 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叫repl的环境 这个环境可以用 用于帮我们去测试一些最基本的代码 没有问题吧 它的操作方式 跟咱们谷歌的开发人员工具 里面的console是一个两样子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需要关心的点 没有什么太需要关心的点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 我也不着急讲什么新的内容 我把这些软件发给你们 发给你们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然后关于Visual Studio的 就是Visual Code的使用的话 我会发给一个文档 就是之前早上咱们在说 那个什么爱武听写的那个文档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咱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些使用方式 比如说什么游标编辑 那些操作方式 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它用来开发node杰字的程序 基本上是无敌 基本上是无敌 而且它最大的特点 它在任何平台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当然了 你们用的什么那个WebStorm 这轮题是也很强大 相对于它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有点弱 有点弱 因为它仅仅是个编辑器嘛 对吧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先放在这儿啊 先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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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